顶王的食安风暴还在持续扩大当中 高雄市的卫生局公布了顶王原料鸡茶的结果 发现了供应五老锅的枸杞里面验出了三种致癌的农药 其中农药得克力飙高一倍 甚至还有禁用于枸杞的农药 食药署紧急通知了包括国内的六家五老锅 跟下游业者要将这些中药全部下架 高雄市卫生局鸡茶顶王集团的五老锅食材 带回的中药枸杞不但不养生 还验出了三种致癌性农药 五老锅枸杞验出了三种农药 包括德克力超标一倍 有致癌性还伤肝 另外食用欧蛮多的老鼠实验中还并发肠癌 和克分蛮都是禁用的农药 又出包顶王食安连环报 但顶王方面也喊冤物性的供应商提供的检验证明 原有的枸杞都已经全部下架 并且换上市售合格的枸杞过来做替换 那我们原本的厂商是新联发 在高雄我们是跟他们买枸杞的 那这个新联发厂商的话呢 它也是有给我们相关的合格证明 下架更换厂商顶王止血 无辜的是消费者吃了这些号称养生的锅瓶 无端吃下一堆农药 医生指出没有实验证据 农药在火锅中会加倍释出 但是吃下肚是事实 只能够多喝水 多多新陈代谢